主席各位委员 是不是我们请那个龚主委 我觉得不仅是在野党 执政党的委员 可能还有社会大众 真的很搞不清楚 很多现在政府正在进行中的改革 那很多的时候 社会大众不了解 那也有可能 因为他们有那个专业 那立法委员不清楚 或许我们还可以问你们 可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于 就是说 我们花了这么多付税人的钱 建立一个政府 其实真正要替我们看家的 其实是政府 那我的感觉是说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如果说我们金管会 是管理我们金融政策的主管机关的话 那金融政策的主管机关 他就必须要发挥工人力 要替人民看住这个很重要的一块 是 对 那我也知道说金管会在这个阶段 其实是很困难的阶段 因为我们的产业结构在变更 尤其是这个银行的这个产业结构在变更 那我们外在的这种经济环境也在变化 而且这是我们第一次有史以来 把所有的金融管理集中在一个单一的独立的机构 很多的法规也都到了那种图穷笔件 必须要改的情况 那很多的法规也是一个新创 或者是说正在尝试执行的法规 所以如果说这个时候金管会 没有像预期表现的那么好的话 我或许可以同情 如果说金管会也觉得他自己有责任去做哪些事情 但是如果说金管会觉得那些事情不是他的事情 或者是说他是不去管他 或者是觉得是说有上面的单位帮我做了决定 我就可以不去管他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表现不好 那金管会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 所以我相信很多我们在立法院的同僚 都已经提出来很多的这个质疑 那我也不在这里重复这些质疑 在我听起来这些质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可不可以让我简单回答一下 你让我把句子讲完 那所以我基本上觉得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一个政策的主张的问题 还有一个政务官 他在执行一个国家极端重要的政策的时候 他的担当的问题 那换句话说 金管会 如果你不强势 你不替人民看住这个的话 那你就要负你在政策上的责任 绝对不是你的上级单位替你负责任 因为真正法律上要负责任的是你 同意 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依法行政要用现有的法规 所以有些不合时宜这些我们都一直在改 第二个有关刚刚的质询 比如说有共识达到多少比例 我们并没有参与 这是股东之间跟股东之间的协议 那就监理机关来说 并不是对 不管是官股也好 民股他们的协议 之间是他们的协议 我们并没有参与 那如果真的有这协议 就是协议的两方一定有个合约 他们要去执行 就金管会的立场 我们做一个经济 并没有说他多少比例是一定 因为是由每一个股票 是由股东来投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了解你的意思啦 但是我为什么要先前讲这么多 就是要 我完全接受 为什么你觉得这件事情跟你好像无关 也很无辜 也不是无关 就是说你自己在你的 你在政策的思考上 这些跟你有没有关系 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刚才从头到尾听了很久 你一直在讲市场机制 那我想请教你 什么叫做市场机制 这个市场 如果我们完全都按市场机制 我们为什么要金管会 市场机制是要一个公平 透明 合理的一个机制 公平 合理 透明 你有没有做到呢 对不对 那如果公平 合理 这个 这种 你就算做到了 这个市场 它还是有很多人为的干涉的因素 在里面 对不对 那这种人为的干涉的因素 是谁主管 是你主管的呀 是 我了解 所以刚刚提到 比如郭委員的执行 有关于在金控法 如果他提到的事情 我们再回过来看37条 是不是不够严谨 我们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讲个案的问题 我是讲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我觉得市场上每一件发生的事情 都跟你有关 你不能把它自己切割 说这个事情跟我不关 我自己做政务官的经验 当我把它切割掉 说这个跟我不关的时候 我常常发现我回来的时候 最后还要负责任的还是我 那尤其是这样 你不如从头再负责任的 我刚刚是对事情的话 我都会做答复是我个人 但是有关于其他部会的权责 我不能代表他在这个内心 我觉得其他部会的权责 跟你重叠的时候 你要从你自己的角度 从你主管的事物去强力的主张 对不对 这我们有主张 我们来看一下台契营这个案子好了 我问你台契营要企划这个整个规划案里面 要他把这个公股释出的时候 有没有先争取你的意见 没有 他在执行的计划里面 他在整个执行的过程中 有没有给你看过他的执行计划 没有 那他在执行过程中 有没有告诉你他要做什么 没有 那他在执行完了之后 有没有再给你一个报告 没有 因为这个是基于说 他们谈了都有个保密协定 那就金管会立场 那我先来问你 你觉得财政部是一个民间机构呢 还是一个国家机构 我的意思是说 就金管会立场 就是官股跟民股都一样 就是市场的参与者 对 那官股跟民股有什么不一样 官股跟民股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在审併的过程中 一定要做到 什么叫做官股跟民股 官股是属于我们大家全体人民的 对不对 那我们的全体人民 靠谁来保护我们的 这些股东的利益呢 是政府机关嘛 不是吗 所以在政府机关 我们是就机制 管理机制来说 台契影最后没有谈成 是因为这个没有达成协议 台契影有没有谈成 是为了什么原因 那个不重要 我只重要的 我要问你 你从头到尾 有没有被告知过 有人请你看过这个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你不觉得这应该是 你要去主动说 让我给我看一下吗 我们公股现在在银行市场的40% 它影响市场的结构是很深的 这个公股是怎么样的释出 在什么条件释出 它不但是影响到这个市场的结构 还影响到国家的收入的问题 我同意 更影响到将来社会大众 就是这个市场的消费者 它会被剥削 或者是说更深刻的影响 其实大家都讲到 这个社会财富不均 分配不均 会不会更深化 更严重的问题 这都不是你的责任吗 我应该是怎么样 管理工股是属于财政部 就尽管会来说 如果是财政部有跟我们谈 我了解一下 我如果是你的话 我会主动的去调财政部门 说我们商量一下 对不对 你既然是金融主管机关 你负的责任是要让这个市场的结构 是符合一个竞争性的 就像你讲的市场的机制 那在这个市场里面的player 每个人的机会是均等的 那整个process是透明的 对不对 那消费者也好 或者在从事这个市场竞争的人 都有他的一个应该有的国家的保护 不是吗 那蔡伟委你这个意见 我会跟你部长来讨论 你不是跟 不是因为 我跟你知道在并购的时候的保密机制的话 保密机制 保密机制 我也做过公平交易委员 所谓保密机制 你看行政法规 你有法务部门 你看你的行政法规 难道说保密到主管机关 而且应该监督的主管机关 都要受保密机制的限制吗 那这个国家的法律就应该要重新思考 我想我做一个比喻可不可以 如果是一场球赛的话 今天我关谷的要跟明尹配个球队 还有明尹明尹只要去配个球队的话 在金管会在组球队的过程中 这是他们自己来选择 等到组好球队参赛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先进去 可是他们参赛的时候 他已经发现这两个 在组球队的时候 他已经有好多的勾结了 或者什么样等等 以至于造成已经太晚 你为什么不事先就应该要参与 他整个过程的监督呢 第一个他们合并之后 就要跟我们主管机关申请 那时候我们才开始来看 有没有符合到 比如说股东的权益 有没有受影响啦 消费者的权益 还有包括员工的权益 这些是我们要来看的 但是事先的话 我们法律事务处处长在这边 我们可以主动来这个吗 你应该给我一些意见 我不觉得法律有禁止你去找财政部说我们谈一下吧 这个 这个我想没有 但是要不要答复实在财政部 我觉得你应该强力的告诉财政部说 你是他公股市数 就是股票交易的主管机关 他应该告诉你啊 不是吗 我们目前所有的并购 事先我们都并没有 包括民间的 没错 你应该想到你是财政部在事股的时候的主管机关 你有没有搞错呢 财政部事股的主管机关不是我们 当然是你啊 你是因为你主管金融市场 为什么不是你呢 是我们是在他们谈好之后 如果是单纯的民间交易 我或许可以赞成说 你不应该是事先的去干预他 让他做一个事后的审查 这个我可以 可是现在是公股 他公股的所有人是全体人民 既然是全体人民的话 你作为一个金融机关的主管 你就应该要比较积极的 而且要主动的去要求 去看这个整个过程 你真的不要忘了 在公股市出的时候 你还是金融主管机关 公股的市出还是一种金融的交易 同意 这个同意啊 所以呢 但是说 我说那一点是从哪一点 我们要才关心 就是说如果是行政业 已经把所有公股归财政部来管 那是合并之后 就我们来审理 行政院 公管公股是因为 他是一个财政单位 他是管理国家财产人 他只有就他管理国家财产的部分 是财政部的选择 但是金融市场的部分 因为他的国家的资产 尤其是过有的股票 的数字这么庞大的情况 影响市场结构 影响将来的这个 整个市场的竞争 你本来就应该在一开始就涉入了嘛 不是吗 我觉得金融机构应该是合并之后 来看股东钱有没有受损等等 我跟你讲吧 如果这是一个单纯的私人交易的话 我或许可以同意你 但是问题是说 这是一个公股 是代表着社会大众共同的利益 我知道你现在很忙 你有很多的事情 你的机构也还没有到一个完全成熟 或者是说一个有经验的 这个我都可以同意 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就是你自己觉得 你的主管的责任在哪里的问题 谢谢蔡委員的指导 这一点我真的要去了解 我们可不可以在事先就来 我跟你讲 我可以跟你保证 法律绝对没有禁止你去敲财政部门 说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我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这没有什么机密性的问题 因为你是主管机关 在行政体系的权者分工 我也必须要遵循 这我可以来商量 我谢谢你的指导 这一点我 如果是说我跟林部长 我下一次再跟我来 我们做立法委员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最大 这几天来最大的挫折感 就是说 问到你的时候 你说这个是财政部管 问到财政部长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是金融管理委员会管 那问到说 这个计划是从哪里出来 我们两个都不知道 好像是上面交代的 不是 这个如果是合并的审核机关 是我们 那时候我们看 有没有股东权益受损 就像你想 全国老百姓的这个荷包 这个有没有受损 还有说有没有透明公平 这是我们审核 但这个并没有谈成 你审核之前 你难道都不知道 要先去了解它整个过程吗 我们到目前都没有去了解 你告诉我 你到现在公股市述 有哪一个案子 你曾经 有说你有意义 请他修改条件 或者你觉得他不赞成 你觉得你自己不赞成 你从来有没有 给过感谢过 我们没有也没有被问过 我觉得人家不问 你就不用客气 你去问人家嘛 问题在这里啦 下次记得去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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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